我家的馬桶會發療 哇~~ 很酷啊 是不是很酷 後面其實做了一個電話亭 然後我也不曉得 我為什麼後面要做一個電話亭 坐在這邊大便抽菸 挖手機 這樣特別有Fu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家唯一的一面白牆就在這裡 是天花板是白的 所以都沒有白的 然後這個是小二狗的房間 嗯 對 可是小二狗應該不知道在裡面幹嘛 他在阿海房間 沒有啦 反正我覺得比較酷一點就是 我們家所有家具 所有椅子 包含可能窗簾的顏色 或是什麼地板的材質 其實都是我自己去找的 我自己的想法 我家還有一點很怪的一點就是 我家它沒有一面白牆 除了廁所 廁所的天花板是白的 就 不太喜歡白色 你知道一個 我最後悔的 是這張書桌 大家可以猜猜看這書桌多少錢 它這邊這個是 珍珠魚品 可是就是 它很不太實用你知道嗎 比如說它那邊抽地那麼淺 就是能放什麼東西 那抽好像就是 鬼迷心跳一樣 然後就是 不管我就是要買這個書桌 然後這個書桌是 二十幾萬 所以我會覺得 我有點瘋掉了 就是我為什麼要買這個書桌 要不要介紹一下你的玩具 好那我爸 還是把它牽著你來介紹好不好 還是把它牽著你來介紹好不好 這一櫃是 搖九零的廚房 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欸 整個家我覺得 最累贅的一個 所以它的玩具就只有這邊喔 沒有裡面那麼多啊 它玩具超級多的 有比你多嗎 當然是沒有得比啊對不對 對 要不要介紹一下 要不要介紹一下 拿一個你最喜歡的娃娃給我們玩好不好 那我們就送一個 190的娃娃 就是 差不多抽獎了 太容易了 那你捏這個豆腐貓給 給大家看一下 來喔 訂閱起來 抽獎送這個豆腐貓 爸爸要把玩具送人怎麼辦 可以嗎 190 還是你來 我們來打鼓 這是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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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能送嗎 你也能送嗎 他就不理了 好可憐 好煩喔 好可憐 好可憐 如果有一個成功的父親 家裡一定要有一台鋼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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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